內地空氣污染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近幾年來 這個問題的嚴重程度似乎有真無減 最近北京霧霾的問題又再捲土重來 更加在上月底發布今年首個霧霾橙色預警 有見及此中央政府下定決心 將環保定為未來5年的重點方向和投資重點 根據內地環保部測算 十三五期間環保投入將會增加至每年2萬億人民幣左右 其間社會環保總投資額更加有望超過17萬億 其中重污染天氣防治將會是十三五環保規劃裏面的 其中一個重要內容 具體怎樣做呢 國務院在最近的會議就說 要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 其中就包括有推進化石能源清潔化技術 改善大氣質量、緩解資源約束等 提回現在全球的攤牌坊源頭分佈 其實最大一部分是來自發電 特別是延煤的火力發電 其次就是交通 所以投資環保股的其中一個主要方向 就是源頭減費 聚焦結證和可在新能源 可在新能源所擔當的角色愈來愈重要 投資者可以留意 這個板塊有機會成為未來中長線的重要投資主題 當中有不少股份可以留意 例如晶能清潔能源 晶能是北京最大的燃氣熱電供應商 北京被受嚴重冒賣困擾 相信提供清潔能源的晶能 還要成長會越來越大 除了燃氣之外 晶能亦都是中國排名前十位的風電運營商 教人國際預期 晶能未來的增長機遇會在燃氣發電 風電和光復發電等方面 建議投資者買入 目標價是3.32 明星期ج four to the house 明星期 four to the house 明星期四到晚 肚子裡